在这同时 警方发表文告说 这个月至少118人上网通过第三方买家 例如旋转拍卖等网购平台购买新的iPhone14 电子付款后却不见买家交货才惊绝上当 损失总额高达38万9千元 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 指向获得授权的经销商或可靠的销售渠道购买产品